我的小石头踏上M星球空岛 在灵魂物学的看守下 成功到出彩色花和紫色树叶 哈喽欢迎收看影响重生记地主席三集 我的小石头狼狈地回到了家园 看到菜花在收果实 我喊到快点来看宝贝啊 菜花说哪里哪里什么宝贝呢 我们想找到的七色包子 七色花紫色树叶全都扔得出来 我们看到菜花的眼睛都发亮了 看到菜花想要剪 我就立马全都捡起来 小石头说 我要离开一趟 你们在家里守护住 你要去哪里呢 没有你 我们在这里遇到麻烦事怎么办呀 小石头说 呆在基地里 别出去就没事 说完他就离开了 菜花说 这里经常会引来很多的大眼白尔尖角流 要不我们一起来建一个盾 就在这个基地里 我们躲在里边嘛 那样就不会被攻击了呀 好注意呢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做盾呀 看菜花已经有了想法 他说 这只紫色包子非常漂亮 就递去猜吧 帮我找一些真木还有紫色包子回来 嗯 我不知道他要干嘛呢 那就先照做吧 我就跑到了发现紫色包子的地方 虽然空岛危险 在下边还是相对安全的 我就看到蓝色发亮的包子 好好看啊 我觉得这个比紫色还好看呢 于是我就拿出了剪刀 在上边咔嚓咔嚓咔嚓 全都剪了下来 好这个红色的 我全都要了 可些红色的有一点点少 不然用这个当盾牌 肯定很厉害啦 诶 前面有紫色的 太好了 我要定高高 然后在上面开始采集 过去一会儿工坊 在附近想要的颜色包子 全都被我收集齐了 但奇怪的是 我突然找到了小石头 小石头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我跑过去问他 在找什么呢 他说没有 他说 没呢 他咄嗦着说 探索一下环境 这不是你们住过的吗 还是要探索 没等我说完 小石头已经从另外一个方向跑去了 哼 算了 我还是继续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吧 我就来到另外一片包子里 在这里发现了紫色的 奇怪了 记得紫色和之前的不一样 这是深色的 那也都想已经回去吧 好累啊 出来呼吸浑浊的空气 真难受 还是回家吧 跑了一段时间 总算是看到家了 回到家里 我看到菜花在搭木头 这是在干嘛呢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菜花 过境的守护者 依旧永远不断的出现 著作盾牌效果有必要的 结果菜花 真的做了一个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出来 像是一个蘑菇法 周围采用紫色的包子 而地毯则是绿色的 真的我们高兴要乱跳石 小石头出现了 点击关注 记得翻阅以往1-927内容 每天进去跟信仰机 不见不散哦 都打掛码 1-929内容 2-330内容